大家好,我是新月 马上就要过年了 那年夜饭应该吃什么呢? 你是不是也在发愁? 今天花了8块钱买了一斤猪肉 就用这块猪肉来分散一个年夜饭的招牌压头菜 过年用来招待客人也是不是有面子 麻烦大家按住屏幕上的大拇指三秒钟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香料部分 在大碗中加上一把树叶 三五个八角 一把的小混香 一把的干红花椒 几粒丁香 往里面加上一勺食用盐 一斤的猪肉呢 准备清水200克左右就可以了 先把水烧开 倒在碗中来 把这些香料呢 全部来给它烫一下 香料经过高温烫制以后 它的香味呢 就会浓于水中 我们用筷子快速的搅合搅合 使它们均匀的被烫到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猪肉 这个猪肉呢 一定要选择这种肥瘦相间的 有肥有瘦 吃起来才会更加的好吃 而且口感呢 吃起来有嚼劲的同时 也会更加的鲜嫩 我这两块呢 都是前腿漏 先把猪肉呢 放在案板上 直接用刀把猪肉 斩成小块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漏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切的漏块呢 尽量切的大一些 吃起来口感 才会更加丰富 像这样 这样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用刀收拢起来 然后放在碗中来 再来准备一颗大葱 一斤的猪肉 我们准备一颗大葱 如果做的多的话 这个擦葱呢 还需要加多一些 大葱从中间对板切开以后 我们直接用刀 像这样切成两三公分左右的小段 再来准备一块老姜 先用削皮刀 把生姜的外皮去掉 因为生姜的外皮呢 是寒性的 我们不建议使用 只一用削皮刀 取出干净就可以了 像这样 外皮取出干净以后 放在案板上 直接切成薄薄的厚皮 切好以后 和葱段一起收起来 放在祖传的盘中备用 接下来去取香料水 借助一个漏网 把香料过滤出来 只要浸泡好的香料水 过滤出来的香料呢 我们就不要了 取出家里面的绞肉鸡 把我们切好的猪肉 放到绞肉鸡中 然后再把我们切好的葱姜 也放进来 趁它们不注意的时候 盖上盖子 用尽全力来搅打一下 把它们搅碎 让肉和葱姜 充分地融合到一块去 大概一分钟左右 就搅得差不多了 像这样保留了一点颗粒感 它的状态呢 口感吃上去会更加好吃 把打好的肉馅呢 倒在一个干净的大盘中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调味 加上一勺胡椒粉 去形增香 加上一勺白糖体鲜 加上两勺食用盐调味 加上两勺的生抽酱油 一勺82年料酒 多来上一些蚝油 半勺老抽提前增色 加上一勺辣椒面来调味 不喜欢吃的也可以补方 然后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 搅拌一下 让肉馅均匀地和调料呢 混合在一块 像这样充分地 给它们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把之前准备好的香料水 粉多次少量 添加到肉馅中来 那一个肉馅呢 把这个香料水吸附住 我们往肉馅中 加上香料水 不仅可以去除肉的胸腕 还能使肉呢 吃起来会更加的鲜香 而且肉呢 是可以吸水的 这样做出来的肉馅 吃起来口感 也会更加鲜嫩一些 等把200克水全部加进去以后 用筷子搅合搅合 最后是一个非常Q弹的状态 短短的 然后在里面加上10克的玉米淀粉 再次搅合搅合 肉馅中加入淀粉呢 也是一个鲜嫩的关键 我们搅匀以后 顺着一个方向 再搅打两分钟 像这样把这个肉馅呢 搅拌至上劲 让其水分呢 充分的被吸收 视频看到这儿了 创作不易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辛苦您动动发财的小手 为我的视频来点个赞吧 有了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的创作才更加有动力 最后搅拌均匀的状态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了一点干豆腐皮 一块五呢 我买了两张 你们那里称呼什么呢 然后把干豆腐皮 平放在碗上 像这样平铺均匀 然后我们把搅拌好的 肉馅铺上来 再把肉馅平铺均匀 铺埋整个豆皮 我们这个肉馅的厚度呢 尽量平铺的均匀一些 这样做出来的成品呢 才会更加美观 像这样我们涂抹均匀以后 从底部向上卷起来 把它卷成圆柱形 我们在卷的时候呢 尽量是边撑边卷 这样可以让肉呢 更加紧实一些 更加磁实 最后做好的状态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张锡纸 把锡纸呢 放在案板上 平铺均匀了 然后我们把做好的豆皮 放在锡纸的底部 中间的位置 然后再从底部向上卷起来 让豆皮皮的外面呢 裹上一层锡纸 然后锡纸的两头 我们用手像这样呢 去给它卷一卷 把它们捏合瓷式紧实 最后就会形成 一个棒棒糖的形状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等到全部做好以后 我们摆放在烤箱的烤盘里 找一根牙签或者是针 像这样呢 把这个锡纸给它扎透了 扎成小孔 这样第一呢 烤气就会进入到里面 可以让我们的肉卷呢 快速熟透 第二呢 还可以防止它 预热导致吸止破裂 我们像这样 把它的浑身呢 都扎成小孔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然后第三呢 里面的肥肉 在加烤的过程中 会出大量的油脂 我们扎了小孔以后呢 里面的油呢 就会自动的流出来 这样我们吃起来的时候呢 就不会感觉到腻口了 非常的香 像这样全部扎完以后 我们直接给它放在 蒸烤箱的中间位置 选择热风烤 或者是上下烤模式 温度呢 调至190度至200度左右 时间的设定了 30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好香啊 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 我们的午餐购呢 就做好了 从蒸烤箱里面取出来以后 第一时间呢 给它放在冰箱的冷冻层里面 重放半个小时左右 让其迅速降温 得到一个更好定性 我们在烤制的时候 底下的盘子呢 一定要放上一张锡纸 这样这个油纸呢 就会进入到锡纸当中 这样就不用担心清洁的问题了 午餐露呢 经过冷藏以后 我们给它取出来 冷藏过后的状态呢 它会更加成型一些 然后我们把两边的口呢 向反方向去旋转下 然后给它脱模 可以看到吗 这样做出来的午餐露 是非常有韧性的 我们随意的去弯折 它都不会断 然后我们给它放在案板上 用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这个片的厚度呢 控制在一公分左右 也不要太厚 也不要太薄了 太薄的话不易成型 太厚的话吃起来口感不好 就像这种状态呢 就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的肉呢 是一层一层的 然后每一层肉呢 都有一层豆腐皮包裹着 看着呢 就非常的有食欲了 而且我们的肉馅呢 是非常均匀的 像这样我们切好以后 把它们摆入盘中 中间呢 可以留一个缝隙 我们可以找一个料汁 放在中间的位置 吃的时候 可以蘸的料汁来吃 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十块钱成本呢 一共做了两大盘 我们的午餐肉就做好了 光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了 里面的肉呢 是一层一层的 肉眼可见 豆皮呢 充分的吸收了肉的汤汁 吃起来呢 是非常入味又好吃的 用这种方法搭配起来制作 好吃又下饭 关键是吃起来也不油腻 当做过年的压轴菜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了 这样的做法呢 很受家人和孩子的喜欢 家里面来客人呢 端上这么一盘 招待客人呢 也是被有面子 像这样整整两大盘 成本呢 不足十块钱 一盘在饭店里面 最少要买六十八块钱呢 它的做法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您也喜欢 那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我的头像 还能看到更多 家常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我是金月 我们下期再见啦